天王新大楼目前展开拆除作业 但在过程中却意外获寻了住户所养的鸡之 以及康老师的爱猫 在废墟中来回走动 搜救人员尝试利用猫叫声诱捕猫咪 避免它受到拆除时掉落的瓦砾堆杂伤 而目前救难人员已经将其中一只鸡救出 仍有三只猫五只鸡困在天王新大楼中 鸡猫探头探脑先生在拆除中的天王新大楼瓦砾堆中 他一次就是罹难着康老师舍舍救的爱猫猫咪 但是又不失败受困超过第九天 再看到屋顶还有一群宠物鸡看到大纲牙来了排斥起飞 但有一只脚上被铁丝牢牢缠住 到头灾机叫悬挂在半空中上面十分危险 不过清晨它幸运的鸡家人反而被拆除作业吓到跳楼火就 有饭吃来进来进来 这些救鸡救猫任务也拖慢了拆除进度 后一名爱猫心切的警法毛毛男子 道场大声疾呼救猫要紧 那人可以用的状态为什么家人不能用 消防人员谁敢上去我问你 我们没有要进入到里面 就是谁掉笼子上去做救人 要求停止拆除作业说的容易 却忽视了受在乎权益 天王新主委跪地痛哭 你帮我拆除费用 我们没有家 我们已经没有钱了 主委气急攻心解压标道200贪人倒地送医 因为拆除延宕的费用 恐怕得厂商自行吸收 即使拆除现场无烟瘴气 还是有许多暖心时刻 我觉得还蛮有爱心的大家 就是菜给鸡吃肉给猫吃 牛奶给记者摸 一整排青菜肉泥牛奶 有热心民众花200多元 叫外送备注拜托搜救人员 空投食物给鸡跟猫 不过现在到底要先救灾 还是先救动物陷入两难 我们也都是尽可能地去协调 如果在安全的状况下 其实我们也都是有让他们 先去放又补楼 聂政部国土管理署署长 吴欣修也表示 以民众公共危险为最大利益 应该要既是拆除围楼等做好支撑 还是能短暂地抢救宠物 和进入大楼 拿回财务记者中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